在别人眼中 她是个知恩图报的好人 一次撤换 姊妹的帮助让她心怀感激 姊妹尽本分多次违背原则 她讲情谊不实行真理 致使教会工作受亏损 她心受责备 神话皆是 她看清自己并非好人 懊悔自责 立志悔改 按真理原则办事 心里平安释放 从小呢 父母老师就教育我 要做一个好人 要懂得知恩图报 正所谓啊 滴水知恩当永泉相貌 所以从小到大呀 我都以此 作为我为人处事的原则 尤其是 当别人有恩于我时啊 我更是尽我所能地 加倍偿还报答对方 这时间久了 我得到了身边 多数人的赞成夸奖 亲朋好友啊 也觉得我中情中义 愿意和我相处来往 心神后啊 我仍是这样 与弟兄姊妹相处 觉得这样做人 才是有良心的好人 直到沈百世 一些环境显明 又借着神话语的揭示 我才看到这些 传统文化思想观点啊 不是真理 不是我们做人行事啊 该有的准则 是 那你咋经历的呀 给我们谈谈吧 是 行 2018年9月啊 我做带领 因做不了实际工作 被撤换了 当时吧 我特别消极软弱 这时候负责事务工作的 何姊妹 就给我发了很多神话 扶持帮助我 我心里挺感动的 觉得何姊妹啊 不仅没有小瞧我 反而还鼓励帮助我 之后呢 何姊妹又安排我 做事务工作 还挺照顾我 平时本分上的事啊 她也会主动询问 我的想法观点 看到何姊妹 这么看重我 我心里对她 又多了几分感激 后来有一次啊 教会带领 了解我的评价时啊 有弟兄姊妹 说了一些误解我的话 何姊妹了解事情的背景 当场替我澄清了事实 哎呀 我心里对何姊妹 更加感激 觉得是她在关键时刻 站出来为我说话 挽回了我的形象 虽然我口头上 没对她说什么 感谢的话 但心里呢 总想找个机会啊 好好答谢她 可是没多久啊 何姊妹因不做 实际工作被撤换了 我被选为了组长 在跟进何姊妹 工作的过程中 我发现她 常常心不在焉 做事啊 丢三拉四 我就和声细语地 对她说 我说何姊妹啊 你金本分 怎么不用心呢 她听后 并没有反省自己 只是说 哎呀 我这年龄大了 记忆力不好 过后佩达的姊妹 看到何姊妹 金本分啊 还是丢三拉四 也提点过她几次 可她还是那样 没有一点好转 她这样尽本分 会耽误工作呀 是啊 我也意识到了 就想找个时间 好好给她点点 可又想到 你说当初 我刚被撤换时 情形不好 她都是 和声西语地 扶持帮助我 现在呢 她也刚被撤换 我要是在这个时候 点她的问题 她会不会认为 我不尽人情啊 再说她刚被撤换 这情形不好 心目在焉啊 也情有可原 我还是 多凭爱心帮助她 给她时间 慢慢扭转嘛 之后呢 何姊妹在本分上 有哪些工作 没做好 我和佩达的姊妹 就直接帮她做了 有些事情啊 怕她忘了 我就时常嘱咐她 还常常给她交通 关心她的情形 那她的情形扭转了吗 是啊 不但没有扭转啊 反而更加恶劣 有几次商量工作 何姊妹提的建议 都不合原则 多数弟兄姊妹 都不赞同 可她还一个劲 强调她的观点对 强行让别人接受 就导致几次商量工作 都卡在那儿 进展不下去了 她这已经拦走工作了 那你有没有 针对她的问题 交通揭露啊 是啊 当时我很想给她提提 可转念又想 她撤换没多久 心里啊 应该挺痛苦的 我要是在这个时候 揭露她的问题 这不是在她的伤口上 撒盐吗 哎呀 算了 或许时间长了 她自己就认识到了 想到这儿呢 我就没有提点她 只是尽量让她 少参与工作上的讨论 可她不但不反省自己啊 还旁敲侧击地指责我 没有听取她的意见 看到她对自己啊 丝毫没有认识 我才硬着头皮 指责了她几句 我说何姊妹啊 你也太狂妄自视了 你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 那她能解释吗 哎呀 当时啊 我看她脸色有些难看 声音也低沉了 我心里啊 一下子就难受了 觉得我这样对待她 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对比她以前 对我的重重帮助啊 我这样做 是不是太没人情味了 我就在心里啊 责怪自己 哎呀 何姊妹金本分 这么应付啊 还这么狂妄 咱揭露指责 她这是在帮助她呀 是 是 当时光想着 维护和她的关系了 心里就受挟制 几天后啊 负责人看何姊妹的工作 经常是我和佩达在做 就向我们了解啊 何姊妹金本分的情况 哎呀 当时我心里就有点慌了 我要是如实反映她的情况 她很有可能被调整 想到我能来做事务工作啊 都是她安排的 平时呢 她对我也不错 关键时刻啊 还帮助过我 她要是在我做组长期间 被撤换了 那她会不会认为 我这人没良心 无情无义啊 为了保住她的工作啊 我客观地写了她的表现后 还特意补充说 她这些表现啊 是因着刚被撤换 情形不好导致的 她也在有意识地扭转 后来为了她不被撤换啊 几次聚会 我都特意针对她的情形 交通帮助 可她还是跟以前 一样应付糊弄 金本分啊 不断出现问题 甚至有一次啊 她没有跟任何人商量 就采购了一些 没必要购买的物品 而且价格呢 比平时贵挺多 哎呀 自媚记忆太大了 是 当时啊 我特别生气 很想对付她 可是碍于以往的情面啊 我就强压住活 只是劝她 下不为力 金本分啊 得多用点心 看她满口答应着 我就没再说什么了 哎呀 那段时间啊 不断地有弟兄姊妹 向我反馈她工作中的问题 我真想责问对付她 可是一面对她 我又实在开不了口 这几次话到嘴边啊 又咽回去了 哎呀 光顾虑人的情面 不考虑教会工作 这是不负责任呢 对 是 后来啊 负责人来了解 何姊妹金本分的情况 和组里的弟兄姊妹 一起根据原则衡量 何姊妹不适合 继续做事务工作了 让我尽快撤换她 对 可想到啊 何姊妹做负责人啊 刚被撤换了 现在的本分 又要被取缔 这打击得多大呀 她能成熟得了吗 这时 她以往帮助过我的情景 又闪现在我的脑海里 那几天啊 一想到要面对她 我就感到压抑痛苦 连续几个晚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 那种感觉 就像我自己 被撤换一样难受 心里不停地想啊 以前她有恩于我 可现在呢 我却要亲自撤换她 还要揭露她的表现 她会不会觉得 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因此怨恨我呀 为了逃避内心的谴责 我就想让负责人 给何姊妹交通 我躲在后面少说话 甚至可以找个借口 不出面 真是想逃避了 是 可我也知道 这样的存心很卑鄙 见不得光 心里也感到进退两难 痛苦中我向神祷告 我说神啊 我明知道撤换何姊妹啊 是合适的 可我为什么就这么为难呢 神啊 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求你带领我 能认识自己 道告后啊 我就琢磨 我撤换其他人的时候 也没这么为难呀 为什么撤换何姊妹 却这么优柔寡断呢 寻求中啊 我看到神的话说 有的人 本性是情感特别重 他每天说话 为人处事 全是凭情感活着 他对这人也有情 对那人也有情 天天应酬人情事 凡事都是活在情里面 可以说 情感就是他的致命处 他凡事都受情感挟制 不能实行真理 也不能办事有原则 还能常常背逆神 情感就是他最大的弱点 是他的致命处 情感完全能置他于死地 能断送他 情感太重的人 实行不出真理 不能达到顺服神 情感太重 只会体贴肉体 是愚蠢的浑人 他的本性 就是特别重情感 他是凭情感活着 情感的特征是什么 肯定不是正面的 就是注重肉体的关系 满足肉体的喜好 偏袒 互短 溺爱 浇灌 纵容 这些都是属情感的东西 有的人特别重情感 无论临到什么事 都凭情感对待 心里明知不对 也做不到公事公办 更做不到按原则办事 总受情感辖制 这样能实行出真理吗 太不容易了 有许多人实行不出真理 就卡在情感上了 他把情感看得特别重要 放在第一位 他是喜爱真理的人吗 肯定不是 情感的实质是什么 就是败坏性情的一种 情感的表现 用几个词形容 那就是偏袒 袒护 维护肉体关系 没有公正 这就是情感 阿们 看了神的话 我才认识到 我扯还何子妹 这么揪心 痛苦为难 就是因着我情感太重 总是受情感辖制 是 我认为何子妹 曾经帮助过我 有恩于我 我就对她心存感激 看到何子妹 尽本分应付糊弄 耽误工作 多次交通都不扭转 我明知道 该修理对付她 可我怕伤及她的脸面 她会怨恨我 只是蜻蜓点水地说一下 就不了了之了 她持守错误观点 还强硬地 让人听从顺服 导致几次商量工作 都进展不下去 已经形成了搅扰 可我呢 还是不忍心揭露 对付她 负责人了解何子妹 尽本分的情况 我担心她被撤换 就掩盖实情 说她正在扭转变化 想混淆视听 让负责人 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 看到何子妹 尽本分不按原则 浪费纪物时 我也不指责她 还一味地包庇迁就她 现在要撤换她 揭露她的表现 我又想推给负责人 我的情感太重了 没有一点实行真理的见证 为了维护何子妹 不让她怨恨我 说我忘恩负义 我一直袒护她 纵容她 丝毫不考虑神家工作 我活在情感中 体贴人的肉体 维护与人的关系 还以为 我这是爱心帮助 是有情有义呢 其实啊 我就是在搞处事哲学 是以损害神家利益为代价 让何子妹说我个好 所作所行啊 还是为了自己 我真是太卑鄙邪恶了 我很懊悔啊 我凭情感行事啊 真是在坑害神家工作 让神验证啊 我再这样凭情感 不实行真理啊 早晚得被神淘汰啊 是啊 这凭情感做事啊 太坑害人了 真是我们 实行真理的拦阻啊 是啊 是啊 一活在情感里啊 说话做事就没有原则了 就容易做出得对神的事啊 可不是吗 过后我就揣摩啊 为什么 我会凭情感 做这么多违背真理原则的事呢 是啊 寻求中啊 我看到一段神的话 寻心在人的情形里 是明显的一项 是最常见的 几乎在多数世上 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寻心 这些想法 寻心产生出来 人还觉得很正当 但多数时候 都是为自己 为了自己的脸面 自己的利益 或者是为了掩盖什么 为满足自己什么 这时你就得省察 这个寻心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寻心 比如 神家安排你做 清理教会的工作 有个人尽本分 一贯应付糊弄 藏奸耍滑 按原则 应该清理 但他跟你关系不错 你会产生哪些思想与存心 凭着喜好去做 这喜好是怎么产生的 因为他对你很好 或者给你办过事 你就对他产生好感了 你就想在这个时候 保护他 要为他辩护 这是不是情感作用 你对他有情感 你就采取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来个两面手法 一方面 你会跟那个人说 你做事得用点心啊 不能再应付糊弄了 应该受点苦 这是咱们的本分 另一方面 你会应对上面 说 那个人变好了 金本分 也比以前有果效了 其实你心里想 这是我给他做工作了 要不然 他还是那样 你心里总想着 他对我挺好的 不能清楚啊 你的存心里 有这些东西 这是什么情形 这是放弃真理原则 维护个人情感关系 来损害身家工作 你这样做 有没有顺服 没有 没有顺服 心里就是抵触 对自己临到的事 或者该做的工作 你有自己的想法 有主观的判断 这里就掺杂了 情感的因素 你是在凭情感做事 还认为 自己这样做事公正 是给人悔改机会 是凭爱心帮助人 所以你就按照 自己的意思做 不按照神说的去做 这样做工作 就打折扣了 影响了工作的果效 给教会工作 带来了损害 这就是凭情感做事的结果 你要是不省察 能不能发现这里的问题 永远不能 也可能你知道 这么做不对 这是没有顺服 但是琢磨琢磨 得凭爱心帮助 帮助之后 它变好了 就不用清除了 神不是给人 留有悔改机会吗 神爱人 那我也得凭爱心帮助人 也得按神要求的去做 这么想之后 你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了 做完之后 还心安理得 觉得自己是在实行真理 在这个过程中 你是凭着真理去实行的 还是凭着个人的喜好 存心去做的 你完全是凭着个人喜好 存心做的 整个过程 你用自己所谓的好心 爱心 还有情感 处事哲学 来获悉尼 走中庸之道 表面上答应着上面 背后 背后却给这个人做思想工作 最后让人看到 你这样做事挺圆滑 采用折中的方式 把人心收买了 谁也没得罪 工作也做了 这就是外邦人的中庸之道 阿们 阿们 神这话说得太清楚了 把我们凭情感做事的实质真相 都给揭露出来了 是 凭情感 维护于人的关系 说白了 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神要不这么揭示 咱们还真认识不到 可不是吗 我也是读了神的话 我才意识到 为什么我明知和子妹有问题 却不揭露她 还包庇她呢 就是为了让她说我个好 其实啊 我里面有一种思想 认为 滴水之恩当永泉相报 我把这种思想当成了 我为人处事的原则 认为 人与人相处啊 就该忠情忠义 只要别人有恩于我 我就得加倍地报答 不然啊 就是忘恩负义 会遭到别人的谴责唾弃 是 所以我看到和子妹帮助我 照顾我 还替我说公道话呀 就觉得得报答她 当看到和子妹金本分 一贯应付糊弄时 我情愿违背原则 损害身家利益 也不愿意揭露对付她 更严重的是啊 我还一个劲儿 下嫌爱心 交通帮助她 还说谎欺骗 掩盖她应付糊弄 搅了搅回工作的事实 我这么做呀 就是想让人觉得 我是个知恩图报 有人情味的好人 借着神话的揭示啊 我才看到这些思想观点 都是迷惑败惯人的 我凭这些东西活着 是非不分 行事为人 没有一点原则 外表上 我是在尽本分 实际上呢 是凭己意做事 对神没有一点顺服 甚至拦阻教会工作 抵挡神 还浑然不知啊 是 这信神不实行真理啊 还总凭这些东西活着 即使外表的行为再好 与人相处得再融洽 那在神眼中也是抵挡神的人 是 这时我才对撒旦这些 谬亡卑鄙的思想观点 有了些分辨 看到这些东西啊 都是出于撒旦的 都是与真理相悖的 是 都缠杂着人的利益 欲望是邪恶丑陋的 不应该成为我做人行事的准则 是 几天后啊 我又看到一段神话 对这个事的兴致 有了一些认识 你所忠于的 不是神的话 不是神对你的托付 更不是神 而是撒旦的处事哲学 撒旦的逻辑 你信神 却明目张胆地背叛神 背叛神的话 这问题严不严重 你不但没守住神的话 没守住你的本分 反倒把撒旦的处事哲学 撒旦的阴谋诡计 当成真理来遵守 来实行 你这不是顺从撒旦 凭撒旦哲学活着吗 你不是顺服神的人 更不是遵守神话的人 你完全就是一个混蛋 把神的话放在一边 反而把撒旦的话 当成真理去实行 这是背叛真理 背叛神啊 你在神家做工作 你行事的原则 却是处事哲学 是撒旦的逻辑 这是什么人 这是背叛神的人 这是严重羞辱神的人 这个性质是什么 这是公开定罪神 公开否认真理 是不是这个性质 你除了不遵行神的旨意 还让撒旦的鬼话 撒旦的处事哲学 在教会中横行 你成了撒旦的帮凶 帮着撒旦在教会中做事 这事的性质 严不严重 阿们 看完神的话呀 我感到很扎心 尤其看到神说 混蛋 背叛真理 严重羞辱神的人 撒旦的帮凶 这些词啊 就像利剑一样 扎在我的心上 我凭着这些传统文化 思想观点活着 在神看啊 这不仅仅是 一时凭情感 不实行真理 不维护神家利益 而是对神 对本分啊 没有忠心 是在否认真理 是羞辱神 背叛神的人 这性质太严重了 是 认识到这儿啊 我感到特别扎心害怕 原来凭着撒旦的 思想观点 信神金本分 兴致这么严重 当时我的心啊 久久不能平静 后来 我又看了 了段神的话 咱们来看一下 好 全能神说 在整个人类中 无论哪个人种 都不是真理掌权 无论这个人种 所产生的思想 传统文化 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 所拥有的知识 有多高 多古老 多奥秘 有一点是肯定的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不是真理 这是确定的 这是确定无疑的 接近 也只是人的说法 接近 语言的表达方式 接近 但事实 却不是接近的 而是格格不入 有些人说 是不是时间长了 就演变成真理了呢 绝对不会 这种观点 就像猿猴变成人的说法 一样荒唐 传统文化 永远不会变成真理 文化就是文化 再高尚 它也仅仅是在 败坏人类中间产生的 一种相对正面的东西 但正面 不等于是真理 正面 不等于是准则 仅仅是相对正面而已 现在我们明白了 在这个正面的背后 它对人类的影响 是积极的 还是消极的 它给人类所带来的影响 是消极的 是负面的 这是确定的 人类被这些传统文化 所传染着 熏陶着 麻痹着 影响着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被这些东西 所败坏着 迷惑着 捆绑着 人自己产生了一种学说 一种精神 接着就去倡导它 传扬它 去广泛地传播 让人接受 最终它俘获了 所有人的心 让所有人 都认可了这种精神 与思想 所有人 都被这种思想 败坏了 败坏到一定程度 人就不再有是非观念 不再想去分辨 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邪恶 也不再愿意去分辨 什么是正面事物 什么是反面事物 甚至到有一天 对自己到底 是不是人 都不清楚 有许多变态的人 对自己是男是女 都不知道了 就这样的一个人类 离灭亡 还有多远 撒旦的思想 与所谓的精神 把整个人类 都迷惑败坏了 迷惑败坏到什么程度 人都把撒旦的话 当作真理接受了 都供奉撒旦 跟随撒旦了 却听不懂神的话 藏物主的话了 无论藏物主说了哪些话 说了多少话 说得多么明白 实际 人都听不懂了 听不明白了 都是麻木痴呆 思想神经都错乱了 是怎么错乱的 是撒旦搅乱的 撒旦把人彻底败坏了 阿们 撒旦就是用这些传统文化 来败坏人 像给人灌了明昏汤一样 让咱们是非不分 黑白颠倒 可不吗 是 以前啊 我只是知道 人不畏己天诛地灭 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 这些撒旦处事哲学 是与真理背道而驰的 不是正常人性 该具备的 而对一些 看起来符合良心 道德伦理的 传统文化思想 像滴水之恩 当永泉相报 之恩图报 人非草木 熟能无情 等等这些看似 比较文明 高尚的传统道德 没有分辨 觉得这些话呀 是代代相传下来的 也是传统观念里的好人 该遵守的 对于这些传统文化思想 就不假分辨 还会当成是正面的事物 去追捧实行 要是违背了 心里还感到受责备 害怕会遭到人的 谴责唾弃 现在借着神话的揭示 我才看到 在这些思想观点的支配下 人与人之间相处 只讲人情 不讲原则 也不分辨善恶对错 只要别人有恩于我 哪怕他是坏人 恶人 哪怕帮助他 是诸诸为虐呢 那也得报恩 也得帮助他 外表看是很有良心 其实呢 是糊涂 愚蠢 而且啊 带有自己的存心目的 是为了 维护自己好的形象 好的名声 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特别的自私卑鄙 虚情假意 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好人 是 持守这些撒旦的哲学道理啊 只能使我们 越来越圆滑诡诈 自私邪恶 看到这些 看似高尚正当的 传统文化俗语啊 就是唐一炮弹啊 外表冠冕堂皇 符合人的道德伦理 其实呢 它与真理是敌对的 是撒旦败回人的手段啊 是啊 滴水之恩当勇拳相报 这种传统思想 太能迷惑人了 是 凭这种思想活着 就总认为 别人帮助过咱们 那就得报答 要不然 就是没人性 没良心 心里啊 还受空口 这种思想观点 太捆绑人了 可不是吗 是 想想我信神啊 都已经好几年了 可因着我不实行真理 凭这些传统思想活着 处处对人讲良心 老想报答人的恩情 却不分辨善恶 我真是是非不分 糊涂头顶啊 沈默氏啊 发表了那么多的真理 把人该实行的 各方面的真理 都揭示得特别细节具体 就是希望我们 按照神话真理 做人做事 能荣耀神 见证神 可我呢 尽本分啊 只维护与人的肉体关系 不寻求真理 不维护神家利益 成了羞辱神 抵挡神的人 认识到这儿啊 我对自己的所作所行 感到自责懊悔啊 我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祷告 我说神啊 我凭着撒谈的毒素活着 做了太多违背真理 抵挡你的事了 神啊 我愿向你悔改 按照真理原则 行事做人 阿们 阿们 之后啊 我就琢磨 既然我凭着这些传统文化 思想观点活着 并不是真正的人性好 那到底什么是人性好呢 是啊 后来我看到一段神的话呀 才找到了准确的衡量标准 我来读吧 行 这个 好 人性好 得有一个标准 不是走中庸之道 不坚持原则 谁也不得罪 四面讨好 八面见光 让各种人都说他好 不是这个标准 那是什么标准 对神 对人 对事 他都有一颗真心 能负责任 这方面大家有目共睹 心里都清楚 另外 神见察人心 神知道每一个人的实情 无论何人 谁也欺骗不了神 有的人总标榜自己人性好 从来不说别人坏话 从来不损害别人的利益 也不贪图别人的财物 甚至在临到利益纠纷时 宁可自己吃亏 也不占人便宜 人都感觉他是好人 但是在神家尽本分 他却藏肩耍滑 总为自己图谋 没有一件事 能考虑到神家的利益 没有一件事 是吉神所及 想神所想 没有一件事 能为了本分 放下自己的利益 他从来不舍弃自己的利益 甚至看见恶人作恶 也不揭露 一点原则没有 这是什么忍性 这就不是好的忍性 不在乎他怎么说 得看他的活出 看他的流露 看他尽本分时的态度是什么 他里面的情形是什么 他喜爱什么 如果他喜爱自己的名利 超过对神的忠心 喜爱自己的名利 超过神家的利益 喜爱自己的名利 超过对神的体贴 这样的人 是不是有人性的人 这就不是有人性的人 阿们 阿们 看完神的话 我明白了 真正人性好的人 不是走忠庸之道 谁都不得罪 让人拥护赞成 而是能喜爱真理 喜爱正面事物 尽本分负责任 能坚持真理原则 维护神家工作 这样的人 才是真正的好人 是 如果只维护与人的关系 维护自己的名利地位 与人相处得挺融洽 但尽本分 对神没有忠心 以损害神家工作为代价 来维护与人的关系 这样的人 太自私卑鄙 外表的行为 再符合人的伦理道德 那也是迷惑人的 是与真理敌对的 是 想想自己啊 凭着这些传统文化 思想观点活着 把自己 伪装成一个好人 其实呢 里面越来越自私 鬼杀邪恶 所做的 都是在维护自己的 名誉地位 满足个人的野心欲望 这哪有一点人样 活出都是鬼性啊 以往我衡量人 有没有人性啊 都是按照观念想象 根本就不符合真理啊 与神衡量人的标准 格格不入啊 是啊 以前我就认为 外表有好行为的人 人性就好 现在来看 能喜爱真理 实行真理的人 才是人性好的人啊 是 接下来的几天啊 我就揣摩 那怎么实行 合乎真理原则 和神心意 我看到神的话书啊 你与人的关系 不是建立在肉体之上 而是建立在 神爱的基础上 几乎没有肉体来往 但是在灵里有交通 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安慰 彼此的供应 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在心满足神的 基础上做的 不是靠着人的 处事哲学来维护 而是靠着对神的负担 而自然而然的形成 不需要你人为的努力 而依神化原则实行 人与人的正常关系 是建立在 心归向神的基础上的 不是靠着人的努力 而达到的 若心里没有神 人与人就只有肉体的关系 都不正常 都是放纵情欲的 是神所恨恶的 是神所厌憎的 阿们 阿们 神要求我们啊 按照真理原则对待人 跟弟兄姊妹相处啊 建立在神爱的基础上 能在真理生命上 互相帮助扶持 而不是搞肉体的 处事哲学 是 何姊妹以往帮助过我 这是神的主宰安排 更是神的爱 我应该从神领受认识啊 是 是 而我却把这一切啊 归功于这个人 处处对人感恩戴德 看到我和何姊妹的关系啊 都是建立在肉体之上 行事为人 根本就不符合神的心意 没有一点原则啊 是 其实啊 弟兄姊妹 临到失败跌倒 小级软弱时啊 能交通神的话 帮助扶持啊 这合乎真理原则 是应该的 是 但对于金本分 一贯应付糊弄 不负责任 甚至打岔 搅搅搅搅会工作的人啊 就该限制 揭露对付啊 或者车换 不能凭情感 包庇袒 讲情意啊 也得按原则办事 是 想想何姊妹撤换后啊 金本分还是不负责任 玩忽支手 其实呢 她对自己的问题啊 没有真实的认识 我要是能结合神话 交通解剖她的表现 和问题的性质 能让她借此好好反省自己 悔改变化 这才是对她有爱心啊 这对人 对神家工作都有益处啊 是 认识到这啊 我心里一下子释放了 不想再维护 与人之间的肉体关系了 感谢神 感谢神 之后啊 我结合神的话 揭露了何姊妹 对她本分的态度 和重重表现 并撤换了她的本分 交通完啊 我心里很踏实 何姊妹呢 也没怨恨我 还能从神领受 说要不是借着这次 撤换揭露啊 她还意识不到 自己这么做 会带来打岔搅扰 对于这样的处理啊 没有怨言 太好了 听到她这样说的时候 我才从心里感受到 只有凭神话活着 才能给人带来 真实的艺术造就啊 自己心里也很坦然 是啊 感谢神 感谢神 现在来看啊 这些看似比较文明 高尚的传统文化 即使再多的人 吹捧推崇 也不是真理 都是偏谬邪恶的 只能坑人害己啊 是 只有真理啊 才是我们 做人行事的准则 是 感谢神 摆设这些环境啊 扭转了我里面 错谬的思想观点 也感谢神 对我的拯救啊 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